郭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侯瑜今天下午 持續在高雄進行車隊的掃接敗票這一站 他是來到了高雄的鳳山區 由在地的立委候選人鍾一眾 來陪同他一起來進行車隊的掃接 而待會他也預計將前往三民 跟左營來進行車隊的掃接敗票 不過現在他希望說當選之後 可以主張兩岸必須要和平 同時前總統馬英九在最近的時候 接受了德國的媒體專訪的時候 卻提到說在兩岸關係的部分 必須要相信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對此 侯友宜說他的看法跟馬英九 有點不一樣 來聽一下侯友宜怎麼說 馬前總統這一番想法 跟我們有些不同 我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主張三低戰略 一 就是克制 二 克制就是要加強國防 敬備 提升自國國會能力 二 就是對爆 三 就是交流 尤其我對大陸的地圖 從來沒有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 我永遠在整個兩岸關係上 我一定堅守台灣的民主自由制度 反對一國兩制 更重要要保有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 不會因為單方面 中國有任何的想法 我對他們從來不做不切實際的想法 好 跟連續出來侯友宜呢 他說他自己跟馬英九的想法不太一樣 他對於大陸不會有過度不切實際的想像 不過另外呢 目前這個國內的選舉 撒卡路的情況下 要怎麼樣能夠贏得勝選呢 剛才侯友宜也再度的喊話 民眾黨的中文化選人柯文哲 說希望大家應該要團結 否則就是保送賴英經德 因此國民黨跟民眾黨一定要連結在一起 以上是在高雄的最新情形 鎖定PBBS新聞網